高雄是一個非常美的一個地方 希望說透過新的科技 可以帶給高雄人民更好的一個生活 中華科技一直以來 其實從15年前就開始做很多的科區專案 還有機場的一些方案 所以我們在於大型規劃跟管理 其實是有非常高的經驗 因為我們是一個服務公司 有一千多人的服務人員在全省 所以我們隨時要做after service 後續的一些服務 都是很即時都是很快的 高雄市我們這次幫他們做11個不同的方案 最大的一個效應就是 讓政府不同的單位可以串連在一起 讓這個系統的方式可以去 比如說警察局跟交通局有一個串聯的動作 車子在違規停車的時候 怎麼樣快速可以派到開單人員 甚至於連開單人員都不需要了 就直接在系統上面就可以開單 這次高雄的用智慧城市的概念 協助他們最大的就是 怎麼解決在最快的時間去解決任何在城市發生的事情 透過這次高雄的專案 讓不同的城市可以看到中心保全科技不是只是做防盜 而是它是可以幫一個城市去規劃一些非常快速跟有依賴性的整合系統 以現在我們的做法應該已經算是智慧城市一個推手 陸陸續續就希望說其實全台灣的城市都可以變成智慧城市 然後也可以讓全世界也看台灣是一個智慧國家 然後也希望說我們可以變成是一個標榜給全世界 火車 因為火車 火車 號 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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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